我自己有一個想法 就覺得好像一個表演下來 一個小時左右 好像是經歷了一天 我希望開頭是一個 由睡覺半夢半醒到醒了 然後去到一個循環 又回到晚上見到星星 我在北京工作了一年 在一個朋友的工作室裏面 其實我們生活了在劇場 那麼多時間 我們也對著同一群團員 那麼長時間 不如嘗試在觀眾 另一個方向看 叫觀眾嘗試來我們的台上坐 然後我們在觀眾席 或者在其他地方跳 可以嗎 會不會好像 我們生活上 其實有很多東西我們忘記了 每一天很多生活鎖匙 是已經集意為常 忘記了 會不會是 我重新把它們 撿回來 好像一顆一顆豆 然後再展示給大家看 對於我來說 可能在香港生活 是更加容易忘記了一些細節 當時在北京 我就會 比起其他當地人敏感 好像一個外地人 這樣又珍奇 那樣又有趣 但在他們眼中 可能覺得 這些不算是甚麼 但當我提出的時候 他們又會覺得 好像是 真的挺有趣 在香港 可能我都會遺忘了一些東西 而他們可能是一些 其實是很有趣 或者很美好的事情 可能每個人的眼睛 可能看的東西都不一樣 或者他們選取看些甚麼是甚麼 但我很想跟他們分享 我在這個地方生活的時候 我會覺得哪些東西很有趣 想跟大家一起分享 有時候 可能你做事 已經壓力很大 或者家裡 或者任何任何的事情 但可能你已經 對於看這個世界 遇到所有的事情 可能都是一些很負面 或者不是那麼開心的事情 會不會去到這裏 我推薦一些比較正面的事情 希望你真的用眼睛 用身體去找一些 以自己覺得有趣的地方去看 在北京有一段是說 因為我們大家團圓 都是來自五匯四海 都不是本身的北京人 所以會有一種外地人在工作 不多不少都會有掛著家 這些事情 所以我覺得回到香港的時候 有個感覺就是 究竟你已經回到自己的城市了 你會不會還有這個感覺呢 你會不會在某一個時刻 就算是你和家裡很貼近 但感覺也很遙遠 和沒有那個支持 但是到最後 我最後也很想告訴大家 是的 在北京階段 是會有這個 可能是很寂寞 或者很孤獨的一個時候 但是當你肯 跟其他人分享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原來某某某是你的家 分開三部份 第一部份是在 演員的平時休息室 即是他們大團團園休息的地方 第二個地方就是走廊 即是在排練室 在休息室經過這個走廊 就進入大排練室 但是是否表演者全程領著呢 我今次就有個大膽點的試驗 就想可能觀眾 表演者消失了之後 觀眾怎樣去找一條路出來走過來 當然我當中有些東西 是指導他們的 但是這個 我們都挺挑戰的去試驗 觀眾好像 不會跟那個表演者的距離很遠 好像他就在你身邊發生 正如舞蹈 他不是一些很遠距離的 他隨時每分每刻 都可以發生在你身邊 跳舞未必是一些這麼嚴肅的事情 當然可能去到 我們建立到某一個位置 或者發展到某一個位置 可能是說一些比較沉重的事情 但可能去到最後我還是想去一些輕一點 開心一點的事情 其實來看跳舞都不用一定說 要看一些很嚴肅的結構 怎樣很公整 我反而想看到一種 大家那種聯繫 演員和演員之間 我們演員和觀眾 我們怎樣影響他 他又怎樣影響我 從一個空間也好 從我們情感來說 或者我們一起分享一個空間 我們怎樣去交換這些資訊 其實都可能安慰我自己 會覺得這個生活 都不會是這麼沉重的事情 可以是一些輕鬆一點 開心一點的事情 好久不見